就孙海英在美国捡垃圾呢 老实讲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跟吕利平两个人啊 现在干出什么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这两个人思想上都已经魔争了嘛 走火入魔了嘛 你就早些年的话 吕利平还好一些 公开掌合看着还算是相对这个克制跟收敛的 就孙海英脾气比较大 但脾气大归大 那早些年基本上说的这个事情还 不那么完全的没道理 你像炮轰当年福小刚装杨蒜那回 大家还记得吧 那虽然说你从人情事故上来讲 冯小刚没惹他 他呢一而再再而再去招惹同行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不大像话的 而且呢还把这个冯小刚说的是 一文不值的这个臭狗屎啊 这肯定是走极端了 但是有些点呢还是在理的 他主要是说这个冯小刚跟资本绑得太深 资本呢又进入这个影视圈的太深 长此下去的话 中国影视界影视作品会越搞越差的 他当时就这么一个观点的话 你说现在看起来确实也是事实嘛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